精神分裂症 身体经络不通,产生其他病变和更多并发症,治疗精神分裂症,最主要是彻底消除全身神经的病态反应,当人的情绪不健康时,最先受到伤害的就是人的神经系统,当神经系统受到伤害时,就会释放对人体不利的化学物质,神经系统就会迟钝麻木和痛苦,当人的情绪和状态是健康和清静的时候,神经系统就会释放对人体有力。 神经系统就会得到净化和修复,如果能够善于利用潜意识,那么精神分裂症就可以彻底治愈,因为潜意识对生理的影响非常大,那么怎么利用潜意识呢? 有什么方法可以利用潜意识呢?佛教给出来了可以改变潜意识的方法和利用潜意识的方法。佛教的方法就是体解,体解大道,那么我们可以利用体解这种方法来改变病态或错误的潜意识。 我们也可以利用体解这种方法建立健康的潜意识。如果总是体验痛苦,那么神经系统就会释放对人体不利的化学物质,神经系统就会变得迟钝麻木和痛苦。 反之如果体验清静、正义、纯洁洁白、自在解脱,那么神经系统就会释放对人体有利的化学物质,神经系统就会得到净化和得到修复。 精神分裂症患者全身神经系统都在释放着对人体不利的化学物质,损伤着神经系统,由此又会导致气血不通,引起身体其他病变。 若想彻底治愈精神分裂症患者,就必须改变神经系统的恶性循环问题,必须改变神经系统的病态反应,让神经系统释放对人体健康有利的化学物质,取净化和修复。 神经系统彻底治愈精神分裂症,体解这种方法,不但可以用来得到悟道,并且还可以用来调育身心,用来治疗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疾病。 当然,一定要体解健康的,只有体解健康的,才会对得到悟道有利,才会对身心健康有利。 若是体解病态的,那么神经系统就会释放对人体不利的毒素,会麻醉神经,让神经变得迟钝麻木和痛苦。 精神分裂症患者即使心理得到了治疗,但是生理得不到改变,即神经系统如果不能被净化和修复,那么想彻底治愈精神分裂症根本就不可能。 因此,体解是一个很不错的治疗身心的方法,也是得到悟道必须使用的方法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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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